本节目由极客堂和环球电子游戏文化博览馆共同推出 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介绍了任天浪平台上那些玩法很烧的游戏 那么自然有朋友肯定会想 诶?PlayStation平台上有没有这样的游戏呢? 答案肯定是有的 比如像什么 呃... 好像我们之前两期节目都讲的差不多了 你啥子了? 开始!开始!开始! 不要停下来啊! 游戏文化博大精神 还有很多烧游戏没有被发现 没错! 今天的极品五舞节目 我们就来介绍一下PlayStation平台上那些玩法很烧的游戏 是应该之前还是求个三连 有了三连才有更新的动力 这是由intu games在2007年推出的PS2极感游戏系列 我们之前介绍过的GameTruck极感控器就是他们家的 这个系列一共推出了六个版本 有高尔夫 赛车 台球 保银球 网球 还有情绪快乐球 这个系列每部都会附带一个对应的外设和一个USB无线接收器 而玩法方面就和V的极感游戏差不多 不过这个东西发售时V已经发售了 据说当时推出这个系列的原因就是因为V在圣诞节缺货 所以厂商想利用这个空缺再加上低价优势来获得这个短暂的市场 但这个系列的游戏质量是真的有点X仙人 玩起来反馈很一般 赛车游戏基本就是延迟破捧车 而且附带的接收器每个外设不是通用的 一个接收器对应一款外设 并且接收器还长得一样 如果你买了多个realplay系列 把接收器搞混了 那就只有 哦吼 一个一个早哉 不过那个情趣快乐球玩法相比其他几款稍微有些意思 相当于超级猴子球的真体感版 玩家只需要玩弄手中的快乐球就能控制游戏中的球移动 而球上面的按键能用来减速 用这样的方式来完成障碍竞速 另外本作还推出了PSP版 PSP版虽然不能体感游玩 但相比PS2版追加了一些赛道 不说实话 这个玩法是真的有点像的把我连宝进去 这是2003年SCE在PS2平台推出的语音动作冒险游戏 顾名思义这款游戏的操作基本就是依靠口技来完成 而游戏的核心主要由战斗和探索解密组成 在战斗部分 玩家可以通过说出射击避开回复等课等语音指令传达给女主来进行战斗 并且战斗中还需要一些策略 比如给女主下达射哪里这样的指令来攻击弱点等 解密冒险方面 玩家则可以直接对画面中的物品进行口嗨 就能让女主对场景中的物品进行调查和说明 值得一提的是游戏中还可以和女主进行一些情感交流和玩三手线小游戏的 可能有部分朋友不知道什么是三手线游戏 简单来讲就是多人轮流说出三手线的赞名 直到有人出错 那么这个说错了的笨逼就会受到 也值得 惩罚 后来这个小游戏的主题也不止限于三手线的车站 可以是水果名称 地理名称等 变成了不少人在酒局上罚酒或家庭聚会打发时间的情绪神游戏 那么回到游戏 虽然这款游戏的想法是挺好的 但本作对发音的要求比较高 而且由于游戏拥有一口气念三个词语 做一套动作这样的设计 让识别难度更加提高 所以在游戏中会出现很多口服的情况 导致游玩体验不很好 此外本作也推出过美版叫LifeLine 虽然识别上比日版好一点 但还是让欧美玩家怀疑自己是不是说过来如雨 值得一提的是 PS2上除了本作和人面语以外 还有一个有趣的语音动作游戏 是Dekka OS 这部作品玩家可以通过语音进行询问 搜查完成各种案件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我们再单独聊聊这款游戏 这是由外设制造商Deteru 推出的一个PSP外设 而这款外设的最大作用 就是能让PSP拥有重力感应功能 并且内置部分游戏的金手指 比如像超级跳HP不减等 而这款外设一共支持六种映射方式 对应了RPG游戏角色的移动 赛车游戏的方向控制 和FPS游戏视角切换等 比较有意思的是 在美版的介绍视频里 每个支持的游戏都有单独的预设 可能官方也觉得麻烦 后期的日版就直接整合为了 这六种映射方式 在官方的介绍中 完美支持GT赛车 乐客乐客 超级猴子球等游戏 虽然这东西看起来确实挺强大 不到20刀美元的价格也很吸引人 但这个外设有一个致命的缺陷 那就是目前这个外设 好像只支持PSP的6.20以下系统 并且这个外设自带真超带 只能在一台机器上 挨一下进行激活使用 如果你的机器版本过高了 又不小心意外怀 哦不激活了 那就只有 其实这个外设我自己也买了 但由于疫情原因 没办法很快送到 到后如果想看实际游玩体验的朋友 扣一个1 这个外设好像只支持PSP的6.20以下系统 合金装备ACN第二 在合金装备ACN第二中 会附带一个3D眼镜的特点Solite Eye 这个特点你从新闻图上看 感觉非常有质感 但其实就是一张紫飞粉板子 就和现在的谷歌纸和眼镜差不多 这个眼镜除了能完美适配PSP 和玩游戏中的3D模式以外 还能观看游戏中的Solite Eye剧场 里面收录了 合金装备3生存的部分过场影像 以及2005年TGS公布的 合金装备4宣传PUA 但最重要的是 玩家可以通过游戏流程中 收集的偶像卡 来接手一些3D充学小视频 小岛秀夫 不愧是你 值得一提的是 玩家还能通过USB 将PSR与PSP进行连接 将合金装备3生存中 利用相机装备拍摄到的照片 传输到PSP中 来观看这些照片的3D版 此外这个眼镜其实还有一个版本 但查了很多资料都没有说得很清楚 我们猜测可能是日媒版的外观不一样 有知道的朋友可以在评论弹幕里说一下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讲点限制级内容了 其实PSP上还有一部作品也是利用3D眼镜进行游玩 只是这部作品是PSP的UMD小电影 那就是月球基地地球防卫军鱼子跳出来 野球拳3D 也许有些和我一样纯洁的朋友不知道什么是野球拳 我查查资料 简单来讲就是在三位线和太古的伴奏下 跳着舞进行十圈的传统宴会娱乐的一种艺术表演 那么野球拳其实还有一个更广为舍皮圈熟知的意思 为了不让审核大哥杀了我 我们直接跳过解释部分 直接来看这部小电影的内容 电影大概讲说了在月球基地执行任务的性感女队员 遭遇了外星人的袭击 于是为了世界和平赌上权力的生命和外星人进行野球拳游戏 虽然这剧情已经够近他妈扯淡了 但随小电影附带的3D眼镜更扯 官方说明利用了最先进的技术进行固定 是具有突破性的数字和模拟技术的结晶 对没错就是橡皮筋 直接绑在PSP上镜固定 这样你就可以释放一只手 边看3D电影 一边实践公众细胞Black第三集的内容进行反思学习 此外这部作品的导演还是何其实 就是那个拍日本以外全部沉默的导演 他曾经还拍过如地球防卫精未亡人 这些我光听名字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的作品 这个系列需要玩家使用PSR专用摄像头来进行游玩 而这个摄像头一共推出过两个版本 一个是经典的黑大粗款 另一个是尺寸比较小的银色版 刚好这个摄像头环球电子游戏文化博览馆中也有 我们是不是一直用礼貌的方式去接来玩啊 这次我们接到的是iToy配套游戏iToy Play 这款游戏基本把iToy的大多数玩法通过12款小游戏 来让玩家快速的感受 其中包含 Chinese Kung Fu 利用身体的各个部位打飞敌人 猴子偷逃拳击 在对手大一只时蹭忍之危 空腾心衣模拟器 用身体的各个部位踮球 昏于服务员转身成为杂技大师 通过一只转盘子来转身成为杂技大师 甚至还能 Star Finger No Kimono Gold Express 用一定的频率让UFO成功升天 如果节奏稍微过猛就会高潮爆炸 除了以上这些小游戏以外 还有很多的趣味互动滤镜 像什么巴拉拉摸仙体验 抓大波 甚至还能上班摸鱼 好那么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 回看PlayStation平台上的烧游戏 虽然感觉和任天堂相比 玩法上确实烧不过 但由于PS平台面对的年龄更广一些 让PS平台上的限制更宽松 所以游戏选题自然就更加NRO 达到了真烧级别 观众朋友们还知道哪些PS平台上的烧游戏 不妨在评论里留言 这里是极客堂 一群文化爱好者们的区基地 我是KG 咱们下期再见